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王 一台迷你笔记本电脑究竟能有多小 咱就拿我这台OPPO FUNDX2比较一下 这样一看 是不是就非常的一目了然了 而这台笔记本虽然很小 但是却五脏俱全 除了常规的全键盘和触控板之外 它甚至还给你加了一整套的手柄组合 那么这台GPD生产的温迷你 它究竟能干点什么 首先肯定要先看一下包装盒子 里面除了机器本体之外 附带的还有一个数据线和一个充电头 另外还有一个挂绳 能够挂在机器的本体上 机器的本体 这个棱角分明的外观 看起来很有质感 考虑到散热和功耗比的问题 所以我购买的这台是盖中盖的版本 7640U16加512版本 大家可千万别说又是广告了 真是广告的话 厂家就不可能给我寄个盖板了 这台机器的重量 在一众温掌机里面 都算是最轻的那一档了 只有500多克 翻开机器的盖子 上半部分是触控板 外加手柄 这两个摇杆 虽然看着不咋地 但人家实实在在的用上了霍尔小摇杆 另外就是机身后面的扳机键 也同样采用了手感极佳的线性扳机 除此之外 机器还搭载了R4和L4两个自定义按键 实用性直接拉满 由于采用了一体式的机身 所以这台机器的震动有点特别 不是常规的手柄震动 而是跟手机一样的方案 整机采用了Z轴线性马达 震感适中 震动大小也可以调节 除此之外 它在这台机器里面 还塞了个陀螺仪和重力感应进去 需要体感控制的游戏 也能够完美唱完 为了保证机子的观感和一体性 这台机器的左右两边和下边 都没有放置任何的接口 所有的接口都被统一 放在了机器的顶端 在散热孔的上面 有两个Type-C的接口 一个USB4 一个USB3.2 最右边还有个复位按钮 接着往下看 在另外这边 除了一个外星科技 3.5毫米耳机接口之外 还有一个MicroSD卡的卡槽 在SD卡槽的上面 还有个Oculink的接口 可以直接外接一个显卡屋 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 当然 我这种穷逼 肯定是买不起的 虽然少了个USB接口 有点遗憾 但两个Type-C口也足够日常使用了 这款机器采用了一块7英寸 1080P 120Hz高刷屏 日常打游戏的话 除了极个别的独立游戏之外 很少有游戏能够直接干到120Hz 但老话说的好 我可以不要 你不能没有 况且就算是日常的使用 120Hz的体验 也远远强于60Hz 这台机子整体的感觉非常的不错 可是它这种方方正正的形态 抱着玩游戏的话 握持手感会很差 短时间还好 时间一长 就很容易导致手酸 那GPD官方也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还特别推出了一个手柄握把 只要拧两颗螺丝上去 就能够获得很好的握持体验 不过这里我必须得吐槽一下 就是这个握把 应该给做成磁吸的 那样使用起来 才会更加舒适和方便 毕竟这玩意装上握把之后 机身就没办法平稳的放置了 算是一个小小的扣分像吧 总之 整个机器的外观部分都介绍的差不多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外观你喜不喜欢呢 作为一个翻盖掌机 GPD温mini的翻盖体验非常舒服 支持无极转轴 在0到168度的角度下 可以随意悬停 选择任何舒适的角度进行游玩 我这台机器的配置刚刚已经说了 7640U 16加512的组合 属于绝对的盖板 那我为什么要选择这套组合 首先就是这台机器 由于散热的问题 目前TDP最高也只开放到了20瓦 再高的话 估计热量是压不住的 16G内存 主流游戏来说完全够用 512的硬盘也很简单 就我多年的游戏经验来说 硬盘越大 玩的游戏越少 基本上都沉迷于装游戏了 装的太多了 反而就不想玩了 所以512对我来说完全够用 安装的游戏少一些 也就更有玩游戏的欲望了 不过实际体验来说 512确实不够 所以我最终还是买了个512的TF卡 当做拓展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游玩 这台机器 我感觉把TDP开到15瓦 是最合适的方案 无论是续航 散热 或者是性能 都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在这个档位下 我游玩了赛博朋克2077 513这种3A大作 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压力 虽然干不到60帧 但锁个40帧 同样能够获得流畅的游玩体验 说实话 对于小屏幕机器来说 30帧远没有大屏看起来那么卡顿 所以40帧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数值 这点经常玩掌机的人应该都明白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我买这台掌机回来 根本就不是用来玩3A的 那些Steam库里很多吃灰的独立游戏 以及RPG游戏 才是我主攻的目标 这类游戏玩起来就完全没有压力了 60帧可以说是随便跑 不过我一般还是习惯锁个40帧 能够更好的提高续航能力 7640U的功耗比 要明显强于7840U 在5瓦的TDP下玩一些小游戏的话 续航能够直接给干到4-5个小时 我看B站有些大神进行了一些调节 甚至能够出现将近10个小时的续航 简直恐怖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去搜一搜 总体来说呢 这台GPD温mini带给我的惊喜非常的大 在温系统下 没有键盘和鼠标 那体验确实是有点难受 所以戴上了键盘和鼠标的温mini 整体的体验就非常的完整和舒适 除了能够以高帧率游玩一些老游戏之外 在降低分辨率的情况下 游玩一些3A游戏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对我来说 那些剧情半小时都没有存档点的RPG 以及随时想要玩上几把的博德之门3 才是我购买这台掌机最大的作用 如果你想要一台便携小巧 且拥有完整剑鼠体验的温掌机 那么GPD温mini绝对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看完了整体的视频 满分5分的话 不知道大家会给这台掌机打个几分 除了我介绍的这些之外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都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给我留言 那么这一期就说到这里了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点个赞 以后也会给大家介绍更多有意思的产品 那咱就下期再见